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推手这个东西 到底需不要学 太子用他的方式 用跑台 学他推手 我们用 开门手学推手 攻 推 这就是我们推手啊 攻 推了 清净了 我清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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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清净了嘛 这是我的推手 像 像 神太 像 好 这是八级的推手嘛 好 这边 好 这边 好 这边 对吧 这边 这是我八级的推手 对吧 是这样 是不是八级的推手啊 开门手啊 开门手啊 顶巾手啊 可是 可是 他每次都说 很奇怪 我不知道 他的那个角度是怎样 就是 我重心意义 他说 我输了 那他的规则了 他就觉得心 他如果是定步推手 跟活步推手 就是这样比赛 你上完机场 定步推手跟活步推手 定步推手 是两个角度在定的 不能动 只要动了 就输了 活步推手是可以动的 他在那个圈子里面就可以 那有两种推手模式 但是在害羞腿的规则下 那你如果说 我如果说 我是一个八级拳 我练听静怎么练 开门手啊 拖着啊 推啊 再来啦 再来啦 推啊 对手还进来 起来啦 包着啦 又下去啦 这是不是有点像 跟我跟那个 跟齐玉他 他玩 就是练的那一个 但是这个 八级拳他本身是没有推手的训练 但是如果说 一定要搭上推手 一定是用开门手去 因为开门手是 一切有功劳的开始 谢谢大家